嗨大家好 我是聰哥 今天要來開新帳 今天第五路我買了一個新的迪卡農的 4.1充氣奶茶帳 我也沒搭過 反正4.1穿骨帳 應該說搭的方法差不多 今天開箱第一路 那個奶茶帳的第一路 實際是第五路了 快來幫我 好 嗨 我是小姐 就先趕快把它搭起來 OK 那就等下用縮時攝影就直接下去錄 OK GO 2 3 3 3 2 3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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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for the candy basket Oh got another jacket My stockings filled with acid Am I dreaming what just happened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 這一次第五路 夜沖跟家人一起來錄 被我拉入坑的我弟的帳篷 黑狗帳 然後整個都是黑的 然後 來 看一下 有沒有 超大工業扇 超大工業扇 超涼 你知道為什麼會帶這個來嗎 因為開貨車 開貨車就是能裝 好不好 然後這是我 這是我第五路的新帳篷 提卡農4.1 沖洗奶茶黑黑帳 就是睡帳的部分還是黑色的 所以不會被光線亮醒 多掛了那一條裝飾燈 那我弟他多買 他買了兩條 然後我就跟他A來掛 因為他自己已經掛了 好不好 掛了幾個青蛙燈房子 就是小孩踢到雲神 這就是我4.1沖洗奶茶帳 明天早上比較清楚 我再介紹一下內部 然後我多搭了一塊 300x300的小田木 就是當作前庭延伸 再多一個小客廳 好不好他雖然已經一房一廳了 外面還可以再多一個小客廳 可以在外面煮飯啊或幹嘛的 明天早上比較清楚我們再來拍 那這個就是我之前三路的4.1沖洗奶茶帳 然後這次就交給我爸媽睡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賣掉了 因為我爸媽剛好他也想跟 我就說那你就睡我的帳篷就好 舊帳 所以我又花錢買了這個沖洗奶茶帳 前面有搭的影片應該看得出來 超快速 真的超快速 因為之前有受過4.1沖洗奶茶帳 有一樣的那個訓練齁 所以現在搭一樣的帳篷 動作很快 骨頭不用穿啊 氣打一打就好了 然後我們又搭了一個阿比天幕 就是我們煮飯啊 什麼的就會待在裡面 還有一個阿比 可是現在燈的問題還沒處理好齁 這次代理因長線代太少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全部山葬的樣子 這一次露營在附近鄉一個全新的營區 還沒開始 是營運而已 我們山葬就包區了 包全區喔 全區 沒有人 都沒有人 全區就我們山葬 好不好 因為有稍微認識 所以可以讓我們先來搶先體驗一下 明天早上 比較亮的時候再來介紹 白醬可以下啦 白醬可以下啦 一起煮就好了 嗯 你擠乾淨 對啊 差不多啦 滾了啦 可以關火了 嗯 嗯 你的碗咧 你的碗咧 去哪碗 OK 這次第五路喔 請買這一顆 迪卡龍4.1的奶茶帳 充氣奶茶帳 喔充氣帳 昨天在搭的時候真的是很快 晚上搭喔 根本沒有什麼 沒什麼技巧 就只要記得 來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我買了這一個奶茶帳 因為迪卡龍奶茶帳沒有 沒有多的潛艇 它前面的就是一廳嘛 一房一廳房間在後面 然後廳在前面 因為它沒潛艇 在網路上看人家 有 有說喔 潛艇布可以再多買一塊 那個聖元的 三百乘三百的喔 就可以搭起來 連連結在一起 就等於說 一房兩廳的概念啦 你可以不用在裡面煮飯 你煮飯可以在外面這裡煮 裡面那裡可以換衣服 然後在裡面就是睡覺這樣 就多買這一塊 跟營柱 那順便跟大家講說 迪卡龍在我們要怎麼搭才會快喔 很方便的方法就是 你一開始啊 帳篷攤開平鋪在地上的時候 你後面的這兩根 左右 左右喔 中間可以先不要釘沒關係 左右這兩根先拉撐 先固定了之後呢 把整個帳篷拉直 前面兩點下釘 拉直之後 從後面 最後面這一根開始充氣 或是開始穿骨也可以 如果你是穿骨帳就是 舊的這一款 穿骨帳 第三根先穿 再穿第二根 再用第一根 充氣有一樣意思齁 最後一根充飽 最後一根這邊 這根充飽之後呢 再來充中間這一根 再充前面那一根 帳篷就搭完了 超快速 哈哈 而且 有看我昨天 那個 搭 晚上搭帳齁 你會發現 那個縮時攝影 我人一直不在裡面啊 一直沒有在畫面裡面 因為 我 我一個人 除了搭我自己的帳 還要幫我弟搭帳 他第一次錄影不會搭 我還要去教他怎麼搭 然後我還要分身法術來搭 他這一個之前的穿骨黑黑站 哇靠 超級忙的 可是齁 還是一樣很快 這個 充氣這樣瞬間 我一下子就搭好了 就去幫他們忙這樣 真的是 很簡單快速啊 然後我買4.1的大小 就是因為 我跟兩個小孩嘛 不用到那麼大的 睡的空間 前面的小客廳我覺得也夠用了 就換衣服什麼的OK 只要再多拉這個延伸布 整個空間就出來了 而且還可以 躲太陽有沒有 你看 這小胖子 小胖子翹腳在玩手機 你看 過得很爽 我還買了這台 12吋的砂射工業扇 哦 超涼 真的 如果大家要買 電風扇齁 就不要考慮那個什麼 摺疊扇啊 什麼 我也有買 我買摺疊扇 有沒有 摺疊扇 之前就用那個 那風力真的是不太行 然後又要充電 就不用啦 直接工業扇 後風有夠大的 小小的又 又好攜帶 這個RV桶都可以放進去 現在就是奶茶上 一房一廳的廳的空間 我開廣角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一房一廳的空間 我是又買了一塊 200X200的 鋁箔墊 稍微墊一下 踩在地上 比較不會那麼痛 這一塊就是之前 穿骨障拿來鋪睡 充氣床的 那個 然後現在拿來鋪這個 其實剛好 因為左右還可以放箱子啊 行李箱啊 然後收納的箱子這樣 那這一顆奶茶帳 上面有 有一個旅館 固定支撐的 這根 蠻結實的喔 很硬 有沒有 很結實 就可以拿來吊東西啊 曬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啦 他撐起來 就是整個帳篷看起來會更挺 那上面一樣有透氣燒網 然後這一邊也是透氣燒網 前面也有透氣燒網 我現在門是關起來的喔 可是有透氣燒網 那這一邊就是不透氣的透明塑膠布 有這個透氣燒網 就比之前那一個穿骨杖好多了 因為我就可以打開 第一個明亮 然後蚊蟲不會跑進來 之前那一個穿骨杖就沒辦法 他拉起來就是拉起來了 看不到外面 他沒有殺窗 然後內臟 這就是 睡覺的地方喔 釣扇 之前那一把釣扇 然後 亂 這裡 這一次這個床呢 我換成 歡樂時光的 L號 獨立桶的 喔 說真的 比迪卡龍那個 橫條紋的那個好睡多了 真的很好睡 而且中間沒有縫齁 直接就是260x200 直接 塞滿滿 有沒有 直接塞滿滿 左右還有一點點空間 一點點空間 一點點而已 然後 奶茶帳裡面還有多一些小側袋啊 內袋 可以放手機啊 眼鏡啊 就睡覺的時候不會壓到喔 有沒有 兩邊都有 然後後面一樣透氣沙網 有沒有 多了上層的透氣沙網 4.1的沒有 然後下層一樣有 下層的我 把它關起來 然後它的外面 外面一樣有 方便放東西的網帶喔 其實滿方便的啊 我覺得 而且 搭又快速 好 好現在來營區的衛浴 介紹一下喔 南側 兩間 淋浴的 然後一個 敦式廁所 一個 座室的廁所 所以就是南側的部分 女廁所不能進去 I say 那這個營區一樣 有飲水機 跟冰箱冷凍庫 就在南廁所的前面 好 這個天幕喔 是同學 贊助 借我用的喔 因為我實在是 不曉得要搭在哪 想說 就先把它搭起來吧 哈哈 再看要怎麼處理喔 喔 真的是超大的 你看這個天幕有多大 喔 整個帳篷蓋起來 蓋兩個帳篷可能都 不是問題喔 他借我的 我都不知道有這麼大 啊 搭的話 其實天幕搭不難 很簡單 一個人也可以完成 你只要桿之後 先放在地上之後 兩條線 要先弄好 兩條線先勾住之後啊 先下釘 左右先下釘 先抓大概一個位置 先下釘 下完釘之後 直接把中間桿撐起來 他就撐起來了 然後另外一邊做法也是一樣 超快速 很容易搭就可以 一個人 這我一個人搭的啊 一個人就可以搭起來了 只要把左右兩根桿子 搭起來之後 旁邊這個都 稍微拉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個 我弟原本搭的那個天幕啊 搭在這個路中央 後來他發現 不行 他的帳篷太熱了 所以他又把天幕 移過來直接蓋自己的帳篷 這兩個搭起來超好看的 他就同系列 產品啊 當然啊 對啊 其實隧道帳 多加一層天幕 第一個 隔熱 你裡面不會那麼熱 再來是 假設遇到下雨啊 你也不用擔心說 裡面的帳篷 就是 濕掉或什麼的 所以 天幕真的是露營 必須啊 路高第五路 越來越有經驗了 他現在就在幫自己的帳篷 加天幕 因為太陽直曬 他這邊沒有樹蔭 我那邊還有樹蔭 我在想 如果下午或是晚一點 如果真的太陽太大 開始西曬 如果帳篷裡面也不行的話 搞不好 反正這個天幕沒用到 我可能也會把它移過來 搭在帳篷上面 這樣就會很舒適了 然後也不用怕什麼 掉什麼樹葉 因為就會掉在天幕上 講這麼多 待會我們要來去那個 西邊玩水 OK 現在要帶隊來去玩水 引主說 走150公尺 有一個小溪可以玩水 所以就帶隊 帶小朋友來去玩水 GO 我們現在已經到 很小的小溪邊了 好不好 很小的小溪邊 可是 這裡的唯一好處是 不會曬到太陽 有沒有 然後 還有 瀑布 哇 哇 有沒有 一個小小的小瀑布 下來一個小溪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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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什麼 我抓了 雞蝦 他們嚇人 擔心他 唉唷 真的欸 嗚 Жі!!! 都會跑 把他丟進去 把他丟 把他放放生啊 對啊 不要用丟的 婆婆 婆婆 你這樣會不會假 bizarre 直接放生啊 罵不到我們現在再撈不到 去了 撈不到慢慢撈啊 慢慢看啊 正中午的時候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我受不了喔 最後還是把天幕移過來蓋住我的帳篷 這樣裡面真的涼很多 OK我們現在也要出發去彩虹瀑布囉 然後他走的就是後面的這一條 這一條很小的小山路 那他的這一條路的面就是北橫之心的民宿 有沒有北橫之心民宿旁邊這裡走上來 然後就是這一條路啦 待會我們要上去找彩虹瀑布 跳一下 有沒有 瀑布方向就是沿著這一條路走上去 好走吧 彩虹瀑布喔 外面的指標牌寫說500公尺啦 然後分當地的當地的原住民 原住民都跟我說哪有那麼遠300公尺而已啦 我們就走看看有沒有那麼遠齁 路是還蠻好 看一下 有沒有 就是已經有很多人走過的路 對啊 路不難走 那我們就看大概走多久才會到囉 我們到彩虹瀑布了 你看 哇 很大 還蠻大的一個瀑布 這邊剛好今天有他們 那應該是垂降嗎 他們垂降在那個 不知道是練習還是行程齁 有安全鎖 然後有教練帶著 這邊為什麼叫彩虹瀑布 就是他的 他只有一個短短的時間 太陽剛好照進來的時候 打在水機上會產生彩虹 可是我們來的時間是早上10點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彩虹 有點可惜 我們換了一個角度齁 就看得到彩虹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彩虹 彩虹出現在最下面那裡 有沒有 現在畫面中間那裡 有一道彩虹啊 真的有彩虹 超酷的 今天他們 那個垂降齁 應該是溯西啦 溯西的活動有垂降 直接從瀑布的上方 垂降下來 好恐怖 剛看一個人這樣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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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垂下來 哇 終於看到彩虹了 這一次露營的營區 就在高山青莊園的露營區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去Google 搜尋一下 那 他們的位置就在北橫之心民宿的正後方而已 還蠻方便的路也蠻好走的 那營區 沒有說很大小小的 可是 該有的都有 還不錯